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大家 晚上好哦 今天是 星期一,感覺好久不見了,對不對? 哈囉,Sewy Chen,晚上好,晚上好 好,上來的同學 跟我們打個招呼 好嗎?讓我們知道 你們已經上線了 哎呦,因為到了過年 這個時間怎麼覺得一直不夠用 是不是? 那所以,哈囉 玉莉,晚安吉祥 哈囉,玉莉,大家晚安 來來來,上線的同學 跟我們大家打個招呼哦 好 好 這個,星期一的晚上 哈囉,Sewy,晚安 今天要跟大家 聊一聊什麼呢? 我們聊一聊姓名學 麗品,晚安囉 遇會 哈囉,大家晚上好 來,大家彼此打個招呼 好不好 哈囉 來 這個,剛剛講到 因為到了過年 這時間越來越去的不夠用 那所以呢,那有很多 我必須坦白講 工作都排得滿滿的 那甚至 很多時候必須要加班 那加班 那加班要把 嗯 責任範圍之內 未完成的工作改會完成 因為這是 對於各位同學的承諾 那所以呢 在接下來這幾天 可能 直播會 間斷的比較多 這個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因為很多同學都希望在過年之前 你不管是說 知道明年 流年的運勢也好 或者是說呢 嗯 希望 有去 我有去你們家 幫你們家做這個樣子 風水規劃的 趕緊拿到 這個建議書也好 那因為這些都需要很多的時間來製作 那相對的 做 要完成這些事情就會壓縮到 我們 每天 既定可能會 上線跟大家 開直播聊天的 這個 時程 這個就希望各位同學多多包涵 好不好 嗯 好的我們來看看 哈囉小小來嘍 遇會 YJ晚上好 Hurley Hurley晚上好 然後東東 惠文 美娟 Queen 晚上好嘍 好的 來 今 嗯 最近喔 蠻多的 朋友 來 批這個 紫維命盤 想要知道明年的流年 那我發現這段時間呢 也很 很特別喔 有一些 呃 爸爸媽媽 呃 來幫小孩子問 呃 問說呢 這個明年在呃 課業上面的表現怎麼樣 呃 然後呢 明年在事業上的表現怎麼樣 呃 一直算是跟我分享吧 呃 分享就是說 覺得小孩子都 看書啊 都不積極啊 對於找工作都不積極啊 然後好像就是安於現狀 呃 那然後呢 也不願意去 呃 學習一些新的東西 呃 那所以 那我就想說 好吧 呃 也許透過紫維命盤會比較 嗯 複雜一點 因為不見得每一位同學都 呃 看得懂紫維 那也不見得每一位同學都 呃 知道自己的紫維命盤啊 但是我想說每一位同學應該都知道自己的姓名吧 對不對 所以呢 那 嗯 我就想今天我們就以姓名學啊 為一個切入點 我們大家一起來討論一下啊 給自己的姓名好好檢定一下 好 到底自己在性格上面啊 是不是屬於那種 呃 很好學 然後呢 很勇於嘗試 很勇於突破 啊 那種孜孜不倦啊 孜孜不倦 孜孜不倦的人 好不好 那當然呢 如果說 那你們自己 呃 想要了解自己的孩子啊 在個性上啊 或者是說就姓名上面啊 到底是不是屬於那種 哎 親半好學 啊 那現在看起來 呃 藍藍的可能只是一個過渡期 只是一個過程 但是就姓名的角度去切入的話 也許並沒有像自己看到的 這麼的 呃 讓人擔心啊 啊 好吧 所以呢 那我們今天 慈蘭說 我的額頭有發亮 嗯 有嗎 額頭發亮 你是說 這邊嗎 哈哈哈哈 好來 好謝謝慈蘭 好啦來 同學們 孟欣晚上晚安吉祥喔 撒過上來了 Judy 林林 彩玲 叮叮 啊 大家感覺好幾天沒見面了 對不對 來 今天我們來透過姓名學 我們看哪些姓名筆畫的人 比較不會呆板守舊 那願意敞開心胸 孜孜不倦 永遠學習成是新鮮的事物 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喔 呃 不僅僅是針對呃 學生呃 如果你的孩子呃 現在還是學生階段 又或者是說呢 你的孩子 現在即將要準備去考研究所啦 考博士班啦 又或者是說呢 欸 你在接下來 可能在新的一年 你對事業上有一些新的想法 可是呢 你不確定這個呃 這個決定 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那也許你會對自己的能力 呃 會對自己的整體的這個運勢 呃 可能會有很多很多的問號 到底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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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零二年啊 跨出一個新的一個里程碑 那我們今天就從性命學的角度來切入喔 要看人格和總格 啊 好不好 所以呢 來線上的同學 現在開始把你自己的名字 或者把呃 呃 你家人的名字的人格和總格 先算出來 呃 今天會分類分為三組 呃 分成三組 好 Anthony晚上好 台灣的天氣越來越冷 大家要記得保暖 謝謝 哈囉我們 Ame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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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晚上好 晚上好喔 Amelia 欸對 Amelia 我是不是 嗯? 是你的問題嗎? 呃不是 好 好 沒事 來 吃蘭 來 來 吃蘭說 老師今天有吃辣八桌嗎? 我今天來不及吃辣八桌 我今天連晚餐都是簡簡單單的吃的 啊 因為今天都在外面跑 都在外面跑 那 呃 但是 嗯 如果各位同學你們有吃的話 那我恭喜你們喔 因為呢 只要在我們常說這個民俗節日開日法 哈 中國傳統民俗節日開日法 你只要在對的節氣 對的節日裡面 做一些應景的事情 其實它本身啊 就有沾染到這個節氣的喜氣 啊 那當然也能夠有開日的效果啊 哈嘍 我們的晚玉 晚上好 哎呦 哇我們的玉慧講了一句好 好 好事情懷疑的話 一日不見 如隔三秋 哇 有三秋這麼久 哇 嗨 采一晚上好 玉琳晚上好喔 麗萍 晚安 好 來 我們來看首先第一個啊 那我們一般講說不會呆板守舊 啊那孜孜不倦有云城市 新鮮事物呢 第一種類型啊 它是屬於什麼啊 來 我們大家一起來囉 喔 因為今天我們今天的直播喔 會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當然就是講 姓名學的部分啊 那第二個階段呢 會跟各位來分享 明天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日子 啊 這個日子呢 用在開運非常非常的好 那為什麼啊 等一下 第二階段 會跟各位同學來分享喔 所以喔 幫我把直播分享出去 要看到最後 好嗎 OK 來 第一個是屬於什麼呢 來開拓 創 新 唉呦 聽了這個 這四個字就覺得 哇這個筆劃 好 喔 做老闆 做老闆 講的標準嘛 沒關係啦 好來 然後 蠢 大 智 夜 第一組 第一組 第一組啊 第一組啊 為什麼呢 第一組呢啊 他不喜歡呆板守舊 因為呢 他就本身姓名的 或者說他的筆劃的靈動力 他本身筆劃的能量 就會促使啊 這個人啊 這個名字的主人 他擁有開拓創新 而且成大志業的一個性格 通常我們在講喔 一個公司 一個公司的老闆 或者是一個高階主管 又或者是一個團隊的領導 他必須有一個非常堅強的一個性格 抗壓性要非常非常的強 而且呢 他對於人生的這種起起伏伏 喜怒哀樂 他必須 你說人嘛 人心畢竟是肉做的 那你當承受到一些壓力的時候 你當然心裡面可能會有一些 很多你說不服輸 或者是一些不平衡的一些想法 但是 這一類型的朋友 這一類型的朋友 他在接受到挫折的時候 他不放棄 而且他會想到 他會促使自己 有很多很多 有別於傳統的一些想法 而且這些想法 他是能夠打破僵局的 是能夠打破僵局的 那這個坦白說 你要當一個成功企業的老闆 當然守成不義 我們常說守成不義 但是呢 我們要創新 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 所以呢 來那什麼樣子的姓名比劃 他能夠成就開拓創新 成大志業呢 這個呢 比方說呢 小門長地道 一些很好的筆畫樹木啊 對不對 來 幫我寫 來 好這幾個筆畫呢 這是大家眾所周知的好筆畫 眾所周知的好筆畫 來 如果人格或總格出現的這幾個筆畫 就是二十一 二十三 二十九 還有三十一 三十三 三十九 那至少就姓名比劃的靈動力 它隱藏了開拓創新成大志業的能量 那如果說你的姓名人格總格裡面 人格或總格有這六個數字的話 那你們在個性上你們面對任何事情啊 不能說任何事啊 面對很多事情啊 可能從就學階段 然後等你進入到了社會開始工作 然後呢 你開始有這個 維持你的人際關係的時候 甚至是你在處理自己家庭關係的時候 你都會一直秉持一個開拓創新成大志業的一個想法 而且呢 通常喔 有這六個筆畫的同學 你會很習慣的在一個團隊裡面 在一個團體裡面 你是一個 勇於發言的人 你是一個意見領袖 然後呢 你講的 你講出來的話 雖然不見得每一次都對 可是呢 大家都喜歡聽 甚至呢 你所提出來的意見跟方向 大家都喜歡追隨 喔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啊 YJ有三十一 有三十一 那也當然啦 喔 如果我們常常說要判斷一個人有沒有 事業心強不強 喔 那 這六個筆畫 就是標準的事業心很強 喔 你就算呢 呃 自己可能現在工作是一個很普通的工作 很一般的工作 但 你也會 敦促自己在這個工作的領域 或這個公司裡面 你會 想盡辦法 當一個 呃 領導者 或者是說想盡辦法讓自己的能力 讓別人看到 啊 這很好喔 這很好 我覺得這是 呃 能夠成功的 呃 條件之一啦 不能說是呃 成功的 絕對條件 但是這是成功的必要條件 啊 很棒 來我們來看一看 喔 萬一真有三十一 喔 很棒喔 我看 我兩個寶貝都中了 啊 所以你看 君很會取名字 對不對 好 來 我們的晚玉中三十一 喔 安森林 我兒子人格二十一 總格三十三 所以安森林 你給兒子取了一個非常好的名字 很棒 Saguo Chong太晚的吃了會胖 為什麼Saguo突然講這句 為什麼Saguo突然講這個咧 太晚的吃了會胖 喔 你說我比較晚吃 是不是 唉 對 你知道嗎 最近喔 應該是說今天啊 跟我們班 跟我們啊 直播間啊 我們班 這個 呃 某個同學 在做一些交流 那在交流的時候呢 唉 我就覺得說 這個最近我覺得 我的臉開始長肉了 啊 各位你們有覺得嗎 啊 所以喔 我在敦促自己 在在接下來 我這個飲食要稍微正常一點 這個太晚吃 特別是這個澱粉喔 喔 這個是 欸 對 我的這個臉 形 它可能會有這個加寬的影響 這個要多多注意 好 麗萍說中兩個 來 來 那我們看 YJ有中三十一 東發 你好喔 夢欣中二十一 凌凌的老公人格中二十一 喔 好 小趙說 古人有我 婉遇超愛工作 此乃我都沒中 來 好的來 好 那所以開拓創新成大之夜 但是我也必須說了喔 嗯 有這六種筆畫的這個同學的話呢 那也代表了另外一個含義 就是呢 你們在事業上面花的時間 喔 花的時間會 呃相對比較多一點 那如果你是已經有家庭了 你是已經有婚姻的 那可能在跟另外一半的溝通上面 欸 你可能就要 呃事先兩個人要有一個共識 啊 就是說呢 嗯 我想要把 我想要有我自己的事業 我想要把我自己的事業給經營 經營好 喔 那但是因為我常在有個比喻喔 上上天很公平 一天只有24小時 那我們扣除掉吃飯 扣除掉睡覺 扣除掉一些啊 工作的事情 我們真正能夠剩下啊 的時間真的很少 但是這些時間 我們可能要分給我們的家人 啊 那可能呢 我要呃 留給自己去放鬆 不管是看電視去運動 喔 那可是如果你把這僅存的 只剩下的這些一點點時間 你又再撥給工作或者是事業的話 那自然而然 喔 你對婚姻感情啦 對於家人啦 或者是跟人溝通的時間就變少了 啊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那所以正在 啊 所以針對這六 六個筆劃的同學喔 你們就要注意喔 喔 在這個婚姻感情上面 啊 可能要多注意一點 平常的一個溝通 又或者是說呢 嗯 因為通常啦 有這六種筆劃的喔 在時間的管理上面啊 啊 不是說 我不是說你們是時間管理大師啊 這個不一樣喔 在時間的管理上面 你可能就要呃 呃 特別欸 比方說我一個星期 我至少要留一天 是給家裡面的啊 那你可以先跟家人溝通好 就說我前面這一到 星期一到星期六啊 我會有很多時間在工作上 但是星期天欸 我可以把工作全部擺一邊 我專心的啊 把我在對於工作的一個專注度 跟積極度 放在家庭上 欸 我覺得這樣子也是一種方法啊 好 當然餓死寶寶了 那 C 又勸說不會喔 加一些蘑菇 再加一個蠢子 很健康欸 欸 為什麼講到這個料理了 好 沒關係 很棒 繼續聊 因為 因為我到最後齁 我看你們留言的時候 說不定我可以從這留言裡面 學到一些 這個 YZ在分享什麼 做 做什麼 做湯嗎 蘑菇加橙子 蘑菇加橙子 會變什麼 Meshroom加 Orange 我想不出來這會變什麼 YZ你可以告訴我 你們在談什麼嗎 好的 來 那你們在回答之前齁 來 我再進入第二個 第二個 組合 它是什麼呢 喔 剛剛講喔 剛剛上面那一個 是屬於領導型 是屬於領導型 領導型就是 他可能是老闆啊 你可能是個創業家 你也可以可能是一個公司的負責人 又或者是你是一個團隊 一個單位的高階主管 這是屬於領導型 你必須要去帶人的 你必須要去帶人的 你自己不能夠 不能夠倒下來 你也不能夠說 鬧情緒 說不 那甚至你要懂得一些管理領導統一的技巧 這是屬於第一種類型 這是屬於第一種類型 而且第一種類型的非常重要 他必須要懂得或者他自己很擅長 什麼叫做團隊合作 他是多方面多人一起作戰的團隊 團隊作戰 好 那第二種呢 第二種呢 第二種跟第一種又有點不一樣囉 來 叫做足智多謀 足智多謀也不錯欸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來 來 足智多謀勇於挑戰 啊 足智多謀勇於挑戰 來 好好好 在這裡我要說明一下了啊 足智多謀勇於挑戰 跟開拓創新成大志業 第一種跟第二種到底有什麼差別啊 我在呃 剛剛說了第一種的類型 它是屬於領導型的 換句話說呢 他是必須要去帶領一個團隊 他是要必須要擅長打團體戰 而且呢 他要懂得很擅長 或是自己本身也要懂得去學習 如何運籌帷幄 可是呢 第二種類型呢 足智多謀勇於挑戰 他是屬於參謀型的 他是屬於軍師型的 他是屬於這種將軍型的 也就是說呢 他這一類型的朋友啊 這一類型的同學 他是負責接收命令 他是負責完成任務啊 那他當他接收到命令之後 他會想辦法 想盡嘗試各種辦法 不會就是說 我就是兩點一線 就是我只能 我只能 比方說我今天 我要達成業績 我只能靠一直打電話 比方客服人員 電銷人員 我只能靠一直打電話 打電話打電話 打電話完成業績 其實不一定嘛 對不對 有的時候 有其他的一種戰術 或者是說呢 我如果要在商場上面 我想要拿到一家客戶的訂單 不是只有一種方法 他有多方便一個方法嘛 是不是 好,那所以來 參謀型 屬於參 我還是把它寫下來好了 好 屬於參謀型 屬於軍師型 他是屬於參謀 屬於參謀型 屬於軍師型 這是什麼呢 來 有17 18 24 25 27 還有 41 好,來 各位同學 如果說你的人格 或者是總格 有這六種筆畫 17 18 24 25 27 還有41 這是標準的足智多謀勇於挑戰 好 那在這裡呢 我要稍微 要做一些分門別類了 好,來 首先呢 17話 18話 跟27話 我把它圈起來 這個又要分文的跟五的了 以前有文官和五官 對不對 啊 那文官和五官 其實他無非就是朝廷裡面的這個參謀型的 參謀型的這個角色嘛 是不是 好 那以這個 這個 17 18 27 他們就相當於是朝廷當中的五官 啊 他們非常適合出外去打仗 當然不是真的讓你去拿一把刀一把槍 到大街上去打仗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他們適合 哎 他們適合到外 他是屬於這種作戰型的 積極型的 衝動型的 他們適合 哎 接受到長官 接受到公司的任務 到外面去搶訂單 啊 比方說外派 啊 外派到 比方說外派到這個新加坡 馬來西亞 外派到澳洲 啊 對不對 外派到其他的國家 其他的城市 在當地住點 啊 負責去拿訂單 或者是說哎 在當地負責管理 統整 當地的一個市場 哦 這是屬於17 18 27啊 你們這些比划的同學 適合做的 足之多謀 勇於挑戰 而且17 18 27的同學哦 很喜歡到處跑 啊 他們不喜歡呢 不太 嗯 不太習慣就是每天做千篇一律的事情 啊 每天早上9點下班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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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十五 中午十二點吃中飯 哦 然後到了那個下午五點鐘下班 嗯 他們不太喜歡這種千篇一律的生活 包括工作也是一樣 哦 哦 那所以呢 17 18 27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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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不管要做什么 不管要动头脑 他们非常喜欢动头脑 那17 18 27的喜欢动身体 那动头脑是什么呢 比方说 像是有很多IT人员 你知道吗 IT人员 不要看IT人员 好像就是待在电脑前面 看起来 好像工作很轻松 只要在那边敲键盘就好了 其实有时候IT人员 他们所承受的压力 是这个17 18 27 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的 他们就是说 虽然身体不动 但是头脑一直在动 一直在动 那其实他们的这个类 是属于这种头脑的类 心里面的类 那可是呢 那24 25 41的呢 他们就喜欢做这种 动头脑的工作 那所以呢 那也因为这样 我们常会听到 常会看就是说 像一些政治人物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一个国家的总统 他旁边一定会有很多参谋 比方说像是 以台湾的行政体系而言的话 比方说像是行政院长啦 司法院长啦 或者是这个 其他一些 像是这种市长等级的 那这些 这些人 他就属于24 25 41 属于文官型 属于参谋型 而且他们会 为了自己的老板 会为了自己的领导 想破头 遇到一个问题了 承接到一个团队的任务了 他们是能够 肩负起这些重要的一个责任 帮自己的老大 帮自己的这个领导 去想一些能够突破 创新达成任务的方法 所以呢 来第二组 足智多谋 勇于挑战 如果你的人格和总格 出现了17 18 24 25 27 41 那也不错 因为呢 你是属于参谋型的 那或者是说呢 你是属于这种军师型的 非常非常棒 那当然呢 那我相信一定会有一种情况 什么情况 你出现了24 你又出现了刚刚的31 那是怎么样 那当然好啊 那代表就是至少以姓名的角度 以姓名学的理论 你能够当领导 你又能够当军师 这是最厉害的一个老板 当然我再次重申 这只是依据姓名学的一个角度 至少就姓名笔画的灵动力 他的能量 有在帮助你 希望能够辅佐你 成就一个 成为一个 我刚讲的 既是一个领导 又是一个军师 但是 你绝对不要 因为这样子 然后就觉得说 那我靠 我有一个好名字就好了 那我就不用努力了 对不对 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 对不对 这个所有的成功与失败 全部都是要看自己的努力 对不对 好的 来我们来看一看 来我请你吃 用你的念力 宛玉说人格重18 YJ有24 可是我很懒 YJ 我跟你说 你现在开始 你要想办法 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 其实YJ 不管是就你的子威命盘 或者是说就你的名字 你绝对不懒 你只是还没有找到目标而已 哪一天你在街上看到小哥哥 我看你有没有积极度 你绝对马上从床上跳下来 从房子里面跳出来 绝对的 所以YJ你要相信我 不对 你要相信你自己 你绝对不懒 你只是还没有 至少在这个当下 你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目标而已 好不好 加油 2022新年新目标 新年新希望 就是要找到自己的人生的重心 OK 来我看 丽萍重人格 很好哦 爱你 莫妮卡 晚安哦 萱萱重21 25 萱萱真的是非常的积极度 积极度很高 事业心很强 很棒 美军说全家都重 哇 美军你家每一个人真的是 很棒哦 相当正面 正能量的一家 来 萱萱萱说 女儿人格时期 总格24 但总觉得女儿笨笨又懒惰 我觉得萱萱 女儿人格时期 光看到人格时期 好了 至少就姓名的 姓名的角度去看的话 其实 我觉得萱萱萱 你的女儿 有一句话 我举例 我们形容一个人固执 一个人固执 她不见得是每件事都固执 固执呢 往往是我们希望最好的故事 叫做责善固执 就是你选择一个对的事情 你去坚持 这很好 是不是 那同样的 萱萱萱 我觉得你可能只是 看到女儿笨笨又懒懒的那一面 或者刚好 她在笨笨 或者刚好 她在懒懒的时候 就是会被你看到 可是说不定 她有她自己很有兴趣 或者是 她有她自己非常专业的地方 萱萱萱 可能刚好没有看到而已 相信我 人格时期 总格24 绝对不会笨 也绝对不会懒 也许她跟 我们 我们这个善良 又孝顺的YJ一样 短时间 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目标 但是我相信 至少从 这个姓名的笔画 去看上去 她不会笨 也不会懒 放心 好的 我们来看看 婉玉两个儿子都有中 好 思雨倩说 怪不得我每天都这么累 原来我是这类人 好了 好了 那前面两个讲完咯 前面两个讲完了 那既然我们要讲 第三个了 第三个 第三种类型 它算是比较 特别的 特别的 特别的同学 各位你们有看过 我们线上有很多 这个马来西亚 还有新加坡的同学 像YJ在澳洲 但是也有一些 台湾的同学 我们台湾 在这段时间 有一部电视剧 相当相当的有名 叫做华登初上 是林心如 杨景华 他们演的 那没有看过同学 没有关系 我只举个例子 在华登初上里面 有其中一个男主角 他在戏里面的名称 叫做江汉 那江汉呢 他是一个编剧 他是编剧 他专门负责写剧本 那他非常的有才华 因为他写出来的剧本 哇 很多的导演 制作人 包括是这个电视公司的 大老板 都很喜欢 非常非常有才华 可是这个江汉呢 在感情世界里面 他就像是一个扶贫 他没有 就是他的稳定性 非常的不够 我们看这样扶贫 飘在那个水面上 哇 看起来好可爱 可是他扶贫 他根很长 可是他根是飘在水里的 就稳定性比较不足 但是稳定性不足 通常很奇怪 稳定性不足的人 他在文学上面 他的这种天马行空 他这种艺术 他这种感性浪漫 他就是比我们一般人 要来得强 所以像这一类型的同学跟朋友 很适合从事文艺工作 很适合从事艺术行业 很适合呢 你说甚至是宗教 宗教命理 有都很适合 好 那这一类型的 那这一类型的同学呢 那因为呢 他们 这种包容力很大 然后呢 常常就是一直在想 想一些 就是跟一般人 比较不一样的 这个面向 跟方向 那所以呢 他们是属于这种 创作型的 那创作型的 就是他们会 可以花很多 很多的时间 在思考 先不论说 思考的方向 跟思考的内容 道理可不可行 或者道理 是不是好高勿远 我们先把这个放旁边 但是他们愿意 去想一些很创新的东西 愿意 为了要 比方说像 剧中的江汉 为了要 可能为了写 写出一套 很好的剧本 要了解 就是世间的一些 你说人间冷暖 然后呢 他可能就是 去交了很多的女朋友 这种 当然了 在这个交很多女朋友 在现代 这个话题 有点敏感 那但是呢 我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就是 他们会因为 这种文艺的风情 会因为这种浪漫 感性的浪漫 他们想要有一个 很好的创作 表达出自己的情感 跟想法 或者是作品 他们去多方面的尝试 孜孜不倦 去尝试很多不同的人生的体验 好 所以呢 来那像我们第三种 第三种的同学呢 他是属于 文艺 他是属于 非常的具备 文艺风情 然后呢 他也相当的 感性 浪漫 来 第三种类型的同学呢 他具有文艺风情 而且非常的感性 浪漫 在我公布笔画之前 我们要有一个 很开阔的心胸 不要把 不要把这些笔画的同学 或者是家人 直接贴标签 说你就是 这个什么 风流 你就是渣男 你就是 多情 不要这样子哦 好不好 不要这样子 我们纯粹的 其实任何的笔画 一定都会有 它的优点 那当然也会有 它的缺点 没有一百分的笔画 刚刚公布的 二一三一 三三四 什么二三 那个三三 听起来 听起来 好像做大老板 好像很棒的样子 对不对 可是通常这一类型 通常这一类型的同学 可能在 跟另外一般的沟通上面 就会有一些 需要努力的地方 沟通比较会 这个火气会比较大 所以没有笔画是一百分的 包括接下来要公布的 也是一样 那接下来要公布的 这六个笔画 它们的优点是什么 就是它们非常 有文艺风情 而且它们非常有感性浪漫 你要跟 你要跟它们谈浪漫 跟它们谈情调 你是谈不过它们的 好吗 来哦 准备公布了 好 来 有哪一些呢 来 十九 二十 二十六 三十四 三十八 四十 来 有没有同学 中这六个笔画的 有吗 十九 二十 二十六 三十四 三十八 四十 这六个笔画的同学 至少在性命学的角度上面 这些笔画所隐藏的灵动力跟能量 它就会帮助我们在文艺气息这一块 或者是说呢 在宗教命理的领悟力上面 能够有加分 真的哦 好不好 来 文艺风情 感性浪漫 那这一类型的同学 它是属于什么型的呢 刚刚讲的第一类型是属于领导型 第二类型是属于参谋型 那这一类型 它就是属于 哇 我觉得这个名字 我许 这个类别 我写的 太好了 太棒了 我帮你们找了一个非常棒的名词 你是属于创作型的 你看 像我们演艺圈 有很多创作型的歌手 是不是 那创作型的歌手 你们想到的是谁 比方说了 像林俊杰 像这个周杰伦 对不对 那还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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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创作型的歌手 他们就是 的确啊 因为他们在写歌词的时候 他们在写歌的时候 他们要想到很多很多的情节跟画面 那这些情节画面 如果说你是一个很木讷的人 你只知道每天朝九晚五上下班的人 你觉得他有办法写出很浪漫的歌词吗 不容易吧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 你的姓名 人格比人格和总格 有出现十九二十二六三四三八四十的话 至少在姓名的能量上面 你想要写情歌的时候 你想要写情诗的时候 你想要跟你的另外一半 跟你的honey 讲一些情话的时候 这个时候 就能够拍上用场了 他就会这个姓名的笔画 林东林 就会在旁边一直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讲 你应该怎么样撒娇 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 好不好 所以 来朱丽说 老师人格是中间两个字 笔画加起来吗 笔画加起来吗 是对 我们的困友帮忙回答 老师姓加第一个名 好了 所以哦 所以哦 好像也没有符合 所以来十九二十二六三四三八四十 那通常啦 通常有这些笔画的同学哦 跟宗教和命令 特别特别的有缘 那有缘的意思呢 就是说 你很容易接触到宗教 你也很容易接触到命令 就算你本身不信宗教 不信命令 可是你接触到的人 你很奇怪 也是一些宗教人士 或者是本身就是一个命令老师 很容易会有这种情况哦 这有的时候是跟一个 个人的磁场有关系啦 这个叫做什么 性立法则 性立法则 就是你本身的性命 因为每个人都在叫嘛 那每个人都在叫的时候 会把笔画他的灵动力给叫出来 那灵动力叫出来 那如果你又刚好符合这些笔画的话 那自然而然 你所吸引到的人 跟你所处的一个环境 就会跟这些 相同的这个磁场勾结在一起 好的 来 然后Queen说 我的也是太多梦想 爱发白日梦 偶尔想一想没关系啦 OK 来我们来看 我们的云秋 有问说 我女格 我女儿 人格25 总格38 大学 该读什么系 在念云秋吗 云桥 云桥 应该是云桥吧 云桥 你的问题我必须说 如果单纯从姓名的人格和总格 还真的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回答你 女儿适合读什么系 但是从紫围命盘里面 就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所以云桥我会建议 我会建议 如果真的想要知道 女儿适合读什么系的话 看紫围命盘 紫围命盘看得比较准确 好的 来 谢谢梅许 是你的家人 不是你 OK 好了 所以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从 这个 姓名 姓名的人格和总格 我们去判断 自己或者是自己的家人 在个性上面 到底是不是属于 这种孜孜不倦 很好学 然后呢 会 不会呆板保守 然后会勇于成事 新鲜的事物 那这些 我觉得 这没有绝对的对 或者是错 因为呢 要看我们的家庭环境 看我们的生活环境 还有可能呢 也要看我们的工作环境 那如果说我的这个工作 我的可能家庭环境 生长环境 工作环境 本身就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 每天让我有一些 很创新的想法 或者是说 真的让我每一天 要好像压力很大 做一些这种 这种突破的 这些举动的话 稳定 也未尝 不是件 坏事情 对不对 也不尝 不是件 也未尝 不是件 好事情 坏事情 也是件好事情 对不对 稳定 也是件好事情 特别是 你说在2022年 2020年 这些 不管是整个社会 或是我们整个 每个人的运程 坦白说 这种 起起伏伏 会比2021年 要稍微明显一些 会多一些 那对于一些 比较不喜欢 有太大起伏的 同学而言的话 稳定 反而是好的 是吧 好的 来 那 讲完了姓名之后呢 接下来要进入 第二个阶段了 今天第二个阶段了 来来来来来来来 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好 现在各位同学 帮我打两段话 打两段话 非常重要 因为我无意之间 发现 明天是一个 很可爱的日子 来 帮我打两段话 开始了 准备好了没 准备好了 请回答我好 好 我们常常说啊 这个 不管是择日学也好 奇门遁甲也好 或是我们要开云也好 好 日子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像我就很重视日子 对不对 好 那我 我重视日子的话呢 其实 有句话 是这么说的 来 有日子 不如好日子 好日子 不如巧日子 来 帮我打这几句话 我再说一次啊 有日子 不如好日子 好日子 不如巧日子 帮我回答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要我写吗 好吧 我还是写好了 好不好 哎呦 我的鼻子叮咬了 来 我看有没有同学 打出来了 好 再说一次 有日子 有日子 不如好日子 不如好日子 还没有人打 好吧 那我写吧 来来 有日子 不如 哎 对对对对 好 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 我看到你们 打出来了 好 有日子 不如好日子 好日子 不如巧日子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常在说 哎呀 这个 明天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 知道吗 有没有可以动工的日子 对不对 明天有没有这个求财日 明天有没有什么日 什么日 什么日 这个叫做 有没有日子 对不对 那这种日子呢 通常啊 都是属于比较被动的 这个被动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好日子 不是每天都有哎 对不对 其实我们常在讲 我们叫 折婚好了 折结婚 你知道吗 折结婚的日子 很多 很多人都会说 啊 我在农民地上面 哦 看一个 哦 适合嫁娶 哦 就说这个是 这个就是 呃 这个就是什么 好日子啊 之类的 其实啊 以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而言 通常一年里面 真正适合 我讲 真正适合 一个女人结婚的 只有两天 或者是顶多三天 就这样子哦 哦 可是大家都会觉得说 啊 我就看农民地 啊 适合嫁娶 啊 OK 就赶快嫁了 就赶快嫁了 类似这样子 哦 所以那 那我们讲说 有日子的意思就是说 哎 被动是什么 因为不见得 我这个星期 或者是这个月 甚至是在接下来 可能三个月 都没有适合 都没有适合的日子啊 对不对 哦 那所以我们常 这个时候 我们才会被动的说 啊 我看农民地 见红就OK了啦 这个叫做有日子 什么叫做好日子 所谓的好日子的意思就是说 哎 我不 我不但当天 我整个 整个 整一整天 哦 不管从任何角度 择日学啦 凹头通书啦 或者是红皮通书啦 怎么样 哦 都说哇 适合求财 适合结婚 而且这个结婚的日子呢 也适合我本身的命挂 这个是真正的好日子 而且这个好日子 不常有啊 不常有啊 所以哦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 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 我们常常说 哎 有没有什么求财日 哎 有没有什么这个 呃 这个即日 这些都是有日子 有日子 但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好日子 啊 为什么有择日学 择日学不是随便这样翻翻同名利 就OK 就叫好日子 他很严谨的 好吧 可是呢 来 那所以好日子比有日子 哎 更强哦 那有没有比好日子更强的 有 叫做巧日子 啊 如果说有学过八字的 啊 我们都知道 哎 有一些这个八字的格局 哇 这个很厉害 叫什么 天干一气 对不对 比方说什么的 什么 甲子年 甲子年 这个甲午日 哎 甲子年 甲午月 甲成日 然后这个哎 可能这比方说哎 甲成时 啊 全部都甲甲甲甲甲甲甲 这叫天干一气 啊 类似像这一种 哦 这个就是巧日子 啊 因为这个可遇 不可求 啊 可能你注意到的时候 这个时辰已经过了 啊 这个就叫做巧日子 来 明天 各位同学 你们很幸运 因为你们碰到了一个巧日子 啊 来 这个巧日子 它包含了什么呢 你们帮我记一下 好不好 那刚刚小赵已经跟我们说了 明天是什么日子呢 明天是天色日 来 帮我打一个一 啊 明天是天色日 OK 好了吗 好 那明天除了是天色日之外 它还有什么 我来写好了 首先第一个 明天它是天色日 我们都知道 以天色日而言的话 哇 天色日的话要做什么呢 这俗称了 当然这件事情 大家还是有待去证实了 但是至少就是在民俗上面的一个说法 一打一是什么意思 一 明天是天色日 对 那这个就是说 那天色日是这个一皇大帝 要设民我们众生 那所以大家多行善 然后去多 比方说吃素 不要杀生 那甚至呢 可能要去祭祖啊 类似像之类的 这是天色日的第一个 小赵刚刚跟各位同学来提醒了 好 那再来第二个是什么呢 明天是我们辛丑年 辛丑年的最后一个家子日 写下来是我们辛丑年最后一个家子日 知道为什么我这么注重家子日吗 因为家子日它是我们六十家子当中的第一天 六十家子当中的第一天 可以吗 可不可以 六十家子当中的第一天 所以呢 我们常在讲哦 任何的一个情况之下 它的一开始 它的生气是最强的 比方说一天 一天当中生气最强的就是五点到七点嘛 就是我们的卯食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个一日之祭在于晨 一年之祭在于春 对不对 那像我们以六十甲子的话 六十甲子的话 明天就是甲子日 所以哦 天色日 加上甲子日 听起来 嗯 不错哦 而且它是我们辛丑年的最后一个甲子日哦 知道了吗 好 还有再来 还有什么 哦 那 以我们 我们再写第二个 甲子日 好 甲子日 啊 OK 好 第三个呢 那当然这一个呢 可能是要台湾的同学 比较能够理解 那 呃 其他比方说像新加坡 马来西亚 或者是这个澳洲 或者是中国大陆 这个同学的话 啊 就多多包含一下哦 明天来 请小赵 或者是 这个玉丽 来告诉我 明天是民国 几年 几月 几日 赶快看一下 赶快翻一下 哦 好 抱歉抱歉哦 台湾的同学帮我翻一下 明天是民国 几年 几月 几日 请告诉我 来 明天 啊 我来帮各位写好了 赶快翻一下 明天呢 是 民国 明天是民国 一百一百一十一年 一百一十一年 一月十一日 哎 这个 就是所谓的 巧日子 啊 我们看到 甲子日 它是六十甲子的 当中的第一天 对不对 一 它的原力 非常非常的强 明天呢 又是 民国 啊 台湾 以台湾的这个 呃 祭日的方式 又是民国 一百一十年的 一月十一号 它存在了六个一 所以呢 六个一 它的原力 又更强 哦 哦 OK 好的 那 知道了之后呢 巧日子 当然不止这样子了 对不对 好 来 有学 那个 线上的同学 如果说有学过一些 呃 我们在 紫微斗数的 这个命盘呢 你们知道吗 命盘呢 我们取那个 农历一月的时候 你知道是 哪一个工位 开始起吗 知道是 哪一个工位 开始起吗 哪个工位 知道吗 哦 比方说 诶 呃 当然这有点专业了 哦 那各位同学 多多包涵了 哦 来 哦 比方说我们是 诶 起子 丑 银 卯 臣 四五位 十二个工位 是起什么工 起什么工位 起什么工位 我们农 农历 农历的话 是起 银工 对不对 是起银工 哦 好 所以呢 来 那银 它代表的 这个 等一下 来 对 小赵 讲对了 哦 是起银工 哦 农历初一 哦 以这个 只为斗数而言的话 如果我们要看 流月的运势 哦 流年我们都知道 流年我们都知道 对不对 流年我们都知道 但是以流月的话 流月 就是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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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个月 是从隐工 啊 是从隐工开始写 那隐 它代表的方位 又是东北方 又是东北方 好 那 为什么又叫巧日子呢 因为 来帮我策 来帮我策略 来帮我策略一下 明天的财位 还有 还有 关路位 还有 桃花位 还有 桂人位 还有 还有什么位 财位 关路位 桃花位 还有什么位 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日和位 就是人和位了 还有我们的桂人位 全部集中重叠在东北方 全部集中重叠在东北方 而且 而且在接下来 还是回到流年嘛 流年 我们流年的这个大财位 最好的一个正财位 也在东北方 所以来 知道明天要做什么事情了吗 啊 明天 我希望各位同学都能够早起 几点开始呢 五点到七点早上起床 啊 我再说一次 明天是天色日 又是假使日 然后以台湾的这个忌日而言的话 又是 又是重叠的六个一 而且啊 而且明天 所有好的方位 全部重叠在东北方 那东北方为什么重要 因为 它是我们流月的开始 又多了一个一 啊 这个一 它是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我们的一月 啊 印 它代表的是一月 代表我们阴历的一月 啊 所以有这么多的一 那代表其实这一个巧日子 真的是巧日子哦 因为 你要看 民国111年的1月11号 你过了明天 过了就是过了 它不可能再重来了 不可能再重来了 那所以呢 我们就好好把握这个巧日子 好吗 那就建议各位同学 我们可以在早上五点到七点的时候 可以 我们就能够早起 早起去做什么 啊 第一个取薪水啊 取了薪水之后呢 你们可以把它做成净化水 或者是说呢 你要把这个薪水 你取了之后留下来 作为接下来的未来的开运的用途 又或者是你取了这个薪水之后呢 你把它煮成开水 喝下去 其实因为它重叠了非常非常多的一 它重叠了非常非常多 不管就日子而言 月份而言 甚至流年而言 它都有非常旺的生气 还有财气 那你煮了之后喝下去 是自然而然对于你当天 当天你在你这个旺气的一个补充上面 它就有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 那好 那除了取薪水之外 还要做什么呢 家里面如果可以接受焚香的话 如果可以接受焚香的话 在东北方分个香 点一个香 好吗 那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引动 就可以引动明天 一整天在东北方 非常好的一个旺气的气场 对于你们可以做一个实验 如果说呢 在明天自己的工作事业 有一些目标 或者有一些 明天要上班吧 对明天要上班 有一些重要的任务要去达成的 你早上 你早上你去做了这些事情 相对 我不敢保证说百分之百 但是我能够保证的是 相对 跟依照你往常的成功几率 达成目标的几率而言的话 它是有很显著的一个提升的 好不好 丽娟说 老师如何取薪水 怎么用 丽娟薪水的定义就是 我们早起 早起 我们在五点到七点之间 我打开水龙头的第一道水 第一道水 这个就是薪水 这个就是薪水 好 Hello Andy Andy 你好哦 好 来小赵说 我的薪水目前累积 冬至一桶 元旦两桶 一月三号又一桶 小赵很棒 薪水不怕 不怕多 薪水不怕多 来 赵兰说 取生水 对 取生水 没有错 好 赵兰说 我姐的婆婆 明天生日 是国力 哦 那很棒哦 姐姐 姐姐的婆婆 哇 赵兰我觉得你对姐姐很好 你姐姐的婆婆的生日 你也记得 你 非常非常非常棒 我觉得 是个好妹妹 那你可以帮 帮你姐姐的婆婆 去接薪水 接薪水 送给 送给你姐姐的婆婆 好不好 那也可以尝试这样子哦 薪水 我们不要把它局限 局限出说 只能怎么样 你比方说 假设像小赵这样子 哇 有这个 非常多的薪水 很多桶 那 你可以拿来煮饭 煮饭 煮到饭里面也OK啊 是不是 那你在煮饭的时候 煮饭它 比方说电锅 它会有蒸汽 对不对 那个蒸汽散出来 那全部都是薪水 全部都是薪水 那也很好啊 来 爱玲说 老师明天可以在东北方点香吗 可以的 没有问题 爱玲你的问题 问得非常好 我建议 我建议 明天在东北方点香 Astlin说 又在我的床头位置 恭喜Astlin Astlin很幸运哦 2022年 2022年大旺哦 宝记姐姐 过了明天 这薪水 还算薪水吗 我的薪水累积 OK 算 还算的 还算的 过了明天 还是算的 就好像 我们有一些同学 他在端午节的中午时时间 吃起了好 一缸 不能说一桶 一缸的五十水 一直一直用 一直用 当然你要注意 这水在储存的时候 尽量不要接触到空气 不然会有细菌跑进去 有的时候 这个水 它会有那种 怪怪的味道 好不好 尽量封死 不要跟空气来接触 好的 来 小赵说 可是喝自来水 容易结实 对 煮熟啦 煮熟再喝啦 好 恭喜梦新哦 哇 开这个东北门 很棒哦 来 小赵说 我还有五十水三罐 小赵 你家是开水厂的吗 这样子 搞不好 还可以做一点小生意 对不对 好 好了 来 那所以要跟大家分享 这一个方式 明天希望大家呢 如果能够早起的 试看看 尽量 因为 民国一百一十一年 一月十一号 然后又 我再说一次 民国一百一十一年 一月十一号 你要再加上 碰上夹子日 又再加上 碰上天色日 还要再加上 又这 刚刚讲的五个好方位 全部重集在东北方 你过了明天 真的过了就是过了 过了就是过了 除非说 你真的还要早的话 老师 没关系 我等民国一百一十一年 十一月十一号 有七个七 有七个一 够厉害的吧 哈哈哈哈 好 但问题是 那天不见得是 夹子日 是不是 而且那一天呢 诶 坦白讲 他的好的位置 也许他是分散在 各个方位的 不是集中在东北方 哦 好的 来 小雅说 明天适合去拜拜吗 可以啊 明天当然适合拜拜啊 非常好 祝哥说 明天早睡早起啊 今天早睡 今天早睡 明天早起啊 好的 来 不 我们在家里面 煮这个柴水啊 煮这个柴水 水蒸气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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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他会散到家里面 每一个角落 自然而然就把这个 柴水的柴气 还有这个 薪水的生气啊 让每个家里面 每个人都可以分享到 非常棒 好的 所以今天跟大家 跟各位同学分享 明天这个巧日子 再说一次 有日子不如好日子 好日子不如巧日子 明天刚好 各位同学 你们现在今天很幸运 听到了这个新闻 明天好好把握这个巧日子 大家一起来开运 好吗 好的 来咯 那就慈兰说浇花 啊好了 Esslyn说 老师薪水通过过滤机的水算吗 算 算 算的 没有问题的 Queen说 老师在东北方冥想可以吗 我非常鼓励在东北方冥想 你在东北方冥想啦 打坐啦 包括是炼金啦 或者是你要 哪怕是静下心来 你要写这个毛笔字啦 都很适合哦 都很适合 丽萍说 呃 还是要自来水管流出来才算薪水 其实在薪水哦 我先说 最早以前的薪水 它要求很严格 它必须要是天上水 天上水 那可是呢 因为天上水真的太难了 那所以后来就演化成我要地 叫所谓的地水 地水包括什么 呃 地水就是比方说像地上水 地上水就是像湖啦 河啦 河啦 西啦 这个叫做地上水 地下水是什么呢 地下水就是我们的这个管线里面的 这个叫做地下水 或者是说我们沉在 这叫什么 有的时候我们去爬山 爬山有一些庙的旁边 它会接那个水管 那山泉水这样流下来 对不对 其实山泉水怎么来的 就是那些水啊 渗透到渗透到石头里面 然后从石头缝这样流出来的 啊 这个叫地下水 那可是现在我们生活在都市里面 你要早在天上水 地上水 地下水都很困难 啊 那所以我们只好权宜 啊 权宜之际 我们就是在对的时程 把自来水管打开 好不好 因为哦 如果要求各位同学 早上五点到七点 要你们到山旁边 去取这个薪水 那真的是 太残忍了 啊 不忍心 啊 我们就在家里面走就好了 好吧 好的 来 五点后开水表 去水 哦 小赵这个想象力很丰富哦 来 朱迪说煮材水要早上五点到七点吗 不一定 不一定 关键 我只要在五点到七点取到材水就可以了 啊 来 可是明天卯时 东北方 丁其入木 冥想有效吗 我觉得Queen Queen是这样子哦 就是我们常在择日的时候 当然 你说 日加奇门 有日加奇门的一个讲法 但 呃 我们的一个出发点是这样子哦 我们不要去 如果说东北方真的有不好的一个方位的话 我们不要去敲打他 我们不要去引动他 哦 那我们只是一个一个正常心啊 我们就坐在那边 我们去去去去去静坐去冥想啊 或者说我去禅修我去念经啊 这样子其实不会有太那个什么呃比较不好的一个状态了啊 你可以试试看Queen 好不好 冥想啊 你试试看冥想 那明天如果说晚上我们有直播的话 那Queen你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你在明天卯时的时候 啊 在东北方冥想的状态是怎么样 好吗 来 玉丽说自来水煮滚后 在煮中小火煮五分钟 除氯就没有味道 哦 OK 来 谢霆 谢霆你好哦 谢霆谢霆 好 我们看 嗯 好啦 那我们今天晚上就跟大家聊到这边了 好不好 希望各位同学啊 明天都能够掌握到这个很难得的巧日子 大家一起来开运 大家越来越好 好不好 大家晚安喽 拜拜